Hi,大家好,我是Jason 那这一次我们在Proton的总部 我们正在参加原厂举办的一个公办试驾活动 我们这一次试驾的主角是第三代小改款的Proton Saga 那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这次小改的Proton Saga 它的重点其实是变速箱 还有它的刹车性能提升 还有里面的荧幕主机 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荧幕主机 不过没有声控功能 那我们会在这一次的试驾影片里面 为大家重点去体验一下这几个改变的地方 记得留守 那我们现在正在前往仪宝的路上 那这台车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公办的试驾活动 它的整个行程相当的紧凑 所以我们的时间相当的有限 我们只会把重点放在我们刚才为大家提到的一些部分身上 包括它的变速箱 包括它的整个荧幕主机 还有它的整个刹车性能的表现 那这一次呢 其实坦白说它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一次它改用了传统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在整个驾驶杆上面会不会比之前有所退步 那我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如果对比其他的CVT的话呢 这个四速自排就是4AT变速箱 它在机械结构上确实它的换挡 整个顿挫感呢会比较明显 不过呢 基于之前的那一具Proton采用的CVT变速箱呢 是来自Punch的 而这个Punch的CVT变速箱呢 在整个质感表现上面一直都被许多人批评 包括它的整个反应相当的持直 相当的迟钝 而且呢也有一些耐用性的疑虑在里面 那原产这一次换了这个四速自排变速箱 因为我本身之前也曾经拥有过一台 也是四速自排的上一代的Persona 所以我可以很直接的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那当然四速自排它整个特性还是有在那边 整个换挡的落差还是相当的明显 尤其是它在1号挡换去2号挡的时候 它的整个扭力会在换挡的过程里面 它的扭力流失会相当的明显 不过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其实会买这一类型的车 大部分的消费者我相信他们都不会把它当成 是一台高性能的车子来开 主要都是用来日行代步上下班 或者去附近买一些菜 或者可能偶尔走一些高速公路回家乡等等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太在意这一点 反而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这台车 它热厚的保养成本 因为很老实的说一句 当今天你会去考量一个车价不到4万块的入门 廉价车的话 另外一个主要的考量很可能就是它热厚的保养成本 因为你要的其实就是廉价容易保养清明 那当然也就是耐用 至于油耗表现方面 根据原厂的说法 它从原本的CVT换成了4AT之后 它在时速90公里和120公里的时候 它的整个油耗表现会比之前稍微来的逊色一点 不过呢 整体的综合油耗数据其实 对比CVT变速箱它并没有多大的退步 而我们在这个实驾过程里面测试到最好的油耗数据呢 其实是每行驶100公里只需要用到6.7公升的汽油 虽然它还不是表现最好的一款车 可是我能够说的就是以它的引擎 以这台车的级距 然后以它的价格来说 有这样的油耗表现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那在萤幕主机的部分呢 那这个萤幕主机原厂并没有为它搭载卫星导航 不过在2019年的今天 我相信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大会使用车载的卫星导航系统 因为大家都比较情愿去使用Waze或者Google Maps 因为它们有时时的这个交通状况更新 可以让你闪开一些车龙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整个质感使用起来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在把玩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我们发现它的整个萤幕主机的触感回馈 还有它的整个反应速度呢 其实都相当不错 当然你很难拿它来跟一些高价位的 一些豪华车款的萤幕主机来做对比 不过以4万块的这个价格级距来说呢 我会说它的整个萤幕主机的反应 还有它的整个解析度它的整体的质感 包括音响 以原装车来说呢 其实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甚至比可以接受还要好一点 那我觉得以4万块能够买到这台车呢 其实是相当的超值 而且它的整个原厂也号称它的整个SARS性能呢 这一次他们改用了源自于Iris和Persona的整个刹车系统 让它的整个刹车距离缩短 我们有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了一个刹车距离的测试 基本上我们已经忘了Iris和Persona的这个刹车距离到底是怎样 不过我们可以说的就是 对比之前还没有小改款之前的Saga呢 它的整个刹车表现 包括它的整个刹车力道呢 都是有些小幅度的进步 那相信如果你是Grab司机 你想要买这台车来做Grab的话呢 会更容易过到Persona那一关验车的那个关卡 虽然行程是不用验的 不过你可能开了三五年过后可能就要验车 所以基本上这一点 只要你有保养到它的刹车系统 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那经过三百多公里的试驾行程过后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宝 那我对这台这次小升级版的Saga呢 它的意见只有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它的重点变速箱 Broaddon舍弃了原本被许多人质疑 可靠性和耐用性的CVT变速箱 改用了比较传统的四速自排 虽然说这句四速自排 它是采用来自 Hyundai集团的一个变速箱 不过呢 毕竟它还是四速自排 四速自排在它的可靠性耐用性 还有它的整个保养性方面呢 其实都还是比现有的CVT变速箱来的更加的亲民 包括更加可靠更加耐用 它的保养费用也更加便宜 我相信这一点呢 是能够更迎合许多这类型买家的需求 因为毕竟会买最入门最便宜房车的消费者呢 其实他们更在意的除了它的车架之外呢 还有就是它的后续保养的费用 还有这台车它是不是耐用可靠 这一点呢四速自排 大家绝对是可以放心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整个配备 这一次小升级版之后呢 它导入了整个一个新的荧幕主机 然后还有一些小配备呢 也做了一些比较贴心的一些升级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车架并没有涨价 反而比之前便宜了一点点 这是许多消费者都非常乐于看见的 那我对这一次小升级版Saga的试驾意见呢 就只有那么多 希望下一次可以和大家在下一支的试驾影片里面再见 我是Jason 谢谢大家